週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商務部長雷蒙多 以及歐盟貿易專員杜姆布洛夫斯基斯 等兩大洲高級官員 在賓州主持了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首次會議 美國國務院週二發聲明表示 雙方將討論擴大和深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機制 更新21世紀經濟規則 從而確保貿易和技術政策支持兩個經濟體的廣泛增長 並符合共同的民主價值觀 雖然聲明沒有提到中國 但美國國務院週二表示 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將保護企業、消費者和工人 解決世界各地不公平貿易行為 特別是非市場貿易行為 在美國現在有半一千萬科技術職業 不充滿 不充滿 因為我們沒有半一千萬科技技術 訓練 所以這是非常緊張的問題 委員會下設十個工作組 重點關注供應鏈安全、出口管制、投資篩選 以及全球貿易問題 歐盟官員表示 明年春天可能在歐洲舉行第二場會議 請討論記者畢心慈與威綜合報導 比拉小 沒有,但正確會討論記者